基础研究是一定要领先的 基础研究如果说现在就有用 我想那不会是什么好的研究 本来对基础研究的要求就不是那样 是要去准备来引领后面一段时间的 整个的研究开发各方面的东西 AI的发展 都相信数学在里面会起到作用 数学上有这样一个解释的话 才可能更好地推动地存机这个学科的发展 我觉得如果是一个普通的数学教授的话 把自己的数学做好就行了 既然当了院士 可能这些问题我也是需要去考的 本身基础数学做的结果 还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的 即使你做出了成果 这成果对后面整个的学科发展 究竟有多大贡献 这也是不是完全明确的 但是培养人才是为社会 做出实质性贡献的 一个最基本的最确定的手段 一方面是为了数学学科本身的发展 另一方面数学本身 还是其他各个学科的支撑 像我们这些在基础数学研究了这么多年 从有一些课本上没有的东西 都有这个义务 要把自己的想法 给他尽可能地去 更年轻的一个去交流 复旦整体上有非常宽松的环境 我想任何一个人 做数学的 如果来了复旦应该不会失望 我自己在这受到了非常好的支持 能进到复旦的天赋都是很好 我们在不停地培养他们的兴趣 在不停地试图告诉他们 学数学多么有意思 他如果喜欢这本学科 他也有志入这本学科 也有为了人类科技事业发展 去奉献的这种精神 做自己喜欢的 自己擅长的事情 这两件事 人同时到达是最好的 你看到的就是复旦 好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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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